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积电哪里冒出来的呢 难道是为了不让鸿海专美于钱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一下来宾第一位是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费洪泰 大家好 前国舰署长邱淑提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郑诗成 主持人大家好 今天新增本土案例75例终于降回两位数字 但死亡个案还是有20例 我们今天的确定的病例 本土的案例75例 那死亡的个案有20例 那确实现在的确定的病例 也是在往下 整体的趋势 它也是都往下 那死亡的案例人多 但是一般来讲 大致上这个死亡案例 会随着确诊案例的减少 大概完一到二周 整体就会往下 好 我们来看到今天宣布新增的 有75例的本土病例 还是有20个人死亡 那么双北活动时的60例 已知感染源的15例 刚刚来宾马上就问说 有这60例 有没有包括北农的这40几例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以这个地区来看的话 新北市是38例 台北市是22例 数字很久没有看到这么低了 但是呢 接下来是不是能够一直维持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好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出现了一个59岁的男子 让大家非常的担忧 好 那么这一名个案呢 他入境澳门的时候 被验出了COVID-19的阳性 而且令人觉得害怕的是 他其实感染的 就是大家最害怕的Delta 印度变种病毒 他在2月 这个109年2月7号 到110年的1月25号 都在越南 那么接下来在1月份的时候 回到台湾 但是呢 他没有告诉大家说 他2月到5月当中 去过了印度 好 回到台湾之后 5月9号到22号 在台湾检疫 因此呢 曾经有三彩阴 通通都没有验出来 但是6月17号的时候 他飞到澳门之后 确诊了CT值32 其实还不算是很低 好 那么他的血清呢 Igm是阴性 Igg是阳性 所以目前指挥中心说 认为他应该是在 印度的时候被传染的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认为他应该是这个 已经感染一段时间 那初步研判 应该是在印度感染的 可能性是最高 在社区里面 他也转了两到三个礼拜 是从印度入境 但也有可能是在台湾得到的 这代表说可能在台湾 也有可能是有无症状的代源 疫苗对它的效用也不是太高 Delta病毒入侵到台湾的社区 我们会担心成为一个 很大的一个防疫的破口 好 印度变种病毒 现在是世界各国文之色变 而这个我们在澳门确诊的 59岁男子 他先前其实有一整个月 都待在台湾 很多人担忧的是 台湾内部有没有已经开始 在散播Delta病毒的可能性呢 好 学者呼吁了这么久 指挥中心也终于宣布说 边境管制有新措施了 隔离14天期满之后 大家全面都要普筛 现在亡羊补牢来得及 可以阻挡着Delta病毒的入侵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署长 所以您怎么看 这个现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 有可能已经有Delta病毒吗 而6283级警戒的松绑 会不会因此可能还要再往后延呢 对 社区有没有 这个就是要非常的小心 那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设置的 这些社区的采检站 其实是要继续的来采检 因为Delta病毒 它在症状上的表现 是非常的不典型 很像一般的感冒 甚至于没有症状 所以这个部分还有赖于 我们社区的检测的能力 要继续的来加强 但是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入境的这个部分 其实去年包括国民党的 这些地方政府 还有国民党立委 还有民间的学者 大家就一再地呼吁要入境普筛 虽然目前指挥中心看起来好像答应了 要做入境普筛 但它做的这个普筛 叫做Exit Testing 就是我们完成检疫的时候的普筛 但是比较严格的做法 应该是你进来的时候 就要先筛一次 出去的时候再筛一次 为什么 因为在纽西兰跟澳洲 这些防疫非常严格的国家 他们就发现 会容易产生的一个破口 就是像我们台湾这一次 在诺富克旅馆 这个叫防疫旅馆的群聚跟破口 所以连防疫旅馆 这一关都要好好的守 如果你入境的时候 没有先做一次普筛 你以为到了要放出去才要来筛 那么就很容易在我们的防疫旅馆 会再次重演这一次英国Alpha 电种在台湾传播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指挥中心 终于愿意考虑普筛 这个是一个进步 但是能不能一次把我们台湾的关卡 双重关卡把它建起来 这样子才能够避免全民笼罩在 这个Delta variant传播的一个风险之下 终于是愿意普筛 让大家也是觉得真的是 可能会比较放心一点 但是书上也建议说最好是 一入境要立刻先筛一次 然后等到要这个检疫其满再筛一次 这样才是最保险的 美国提供给台湾25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在昨天抵达台湾 蔡总统感谢美国伸出援手 部分缓解了燃煤之急 但是其实我们不是本来就买了 505万剂莫德纳疫苗吗 到现在只来了39万剂 当初到底是谁去签的合约 有没有约定到货日期 为什么迟迟不来 还得靠别人来救援呢 李文 当然是卫福部去签的约 卫福部不是跟我们讲 只有政府才可以买吗 所以是为什么郭董 要等到现在还没有办法 去帮忙的原因 那卫福部去签的约 其实我们从上个会期 一而再再而三地问 那部长都说这是高度机密 不可以告诉大家 有到货日期 但是没有任何的强制性 是参考用的啦 因为现在是卖方市场 他货不到我们也没有办法 也不能够因为这样子 就不去跟人家买 话是这么说没有错 但问题就出在于 我们买的量太少了 所以你看世界各国都是超买 他们人口的好几倍数量的疫苗 就是担心万一有一天 疫苗缺货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买了505万剂 没有办法来到货 如果我们买的是5000万剂呢 他来的十分之一 也有500万剂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卫福部 他在从头到尾 疫苗策略的误判 然后呢他不买 买的比人家慢 又买的比人家少 再不然就是不买 在这种情形底下 导致今天我们真的 有燃眉之急生死交官的时候 没有疫苗 没有人疫苗 却一直要我们打 国产的高端疫苗 这中间是不是就存在着 邪恶的阴谋论 是我们必须要调查到底的 我们来看一下各方的说法 340几亿的买疫苗的钱 核销了 所以我们已经疫苗的钱 花掉50几亿了 有危机之宜 剩下了 他40几亿跑去哪里 可能是高端跟联雅的钱约金 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好朋友也伸出眼熟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也就是说患难见真情 跟你讲说我要跟你买 550万剂的疫苗 但是我没有跟你讲 什么时候到货 有这种签约法吗 你上面根本没有签 所谓的到货日期的话 那么我就严重的质疑 这个政府 它要么就是无能 要么就是别有所图 我们的确非常感谢 美国跟日本在这个时刻 伸出援手 但问题是说 美国帮忙全世界几十个国家 我们台湾自认为 是那个应该帮忙别人 而不是被别人帮忙的国家 这才是问题癥结师所在 台湾是有能力照顾自己的 我们有钱自己不去买疫苗 然后等着别人 我们已经这样子 已经快要淹死的时候 等着别人来帮我们 那不是表示我们的政府 严重的失能了吗 还好这时候 美国愿意伸出援手 否则台湾怎么办呢 那为什么即便是这样 在我们感谢美国之际 不愿意去跟美国下更多的订单呢 我再讲一次 莫德纳为什么只买500万剂 你不能买5000万剂呢 我们国民党要求他买3000万剂 他都不肯了 到底为什么不肯主动的去买 国际认证的安全疫苗 我们来看一下 250万剂的莫德纳抵台了 蔡英文松了一口气 但问题是说他还是杯水车薪啊 跟我们所需要的差距还是非常的大 那蔡英文当然表示高度的一个感谢 感受到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是的 百姓们都感受到了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呢我们自己打的到货率 真的非常的低啊 AZ有前面几批都是AZ 那大部分其实也是联合国COVAX 送给我们的 并不是我们自己去买的 我们自己去买的非常少 然后呢莫德纳的15万剂 开始姗姗来迟终于到货了 这中间有日本再度的送我们124万剂 又是来自国际的元首 但是因为施打率的过程当中 死亡率太高 现在日本人也有一点怕怕 不好意思再送了 然后呢接下来是我们的24万剂 所购买的莫德纳到货了 6月20号赶快的紧急 美国从本来只送75万剂 加码到250万剂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 台湾因为过度自满 现在疫情大爆发 而且死亡率居高不下 好 罗志强就看不下去了 他说我们的确是应该感谢美国没有错 但是同时我们要问问这个超前乞丐的无能政府 没有郭台铭逼你们现出原型 你们到底要摆烂到什么时候呢 好巧不巧 结果呢英国BBC的媒体报道说 就在我们取得疫苗的前夕 我们刚好跟美国买了一批海马式火箭 那这一批的军购之后 马上就来了及时雨的250万剂的美国疫苗 网友当然就提出很多的联想跟质疑 就说了原来是买菜附赠的葱 保护费交足了 疫苗就来了 那我们再多买个几千亿 是不是全民就可以打了呢 难道我们只能买武器 不能买疫苗吗 我们可以花几百亿几千亿去买武器 为什么不能直接去买疫苗呢 这才是真正让大家觉得不解 陈时中无法回答 回避监督 到现在还是坚持 所以因为现在我们真的很凄惨 美国给我们250万剂 但是我们买的疫苗还是不见踪影 接下来7月马上就到了 没有国际认证 没有三期的高端 真的硬要全国国人施打吗 其实疫情当前 现在我们已经有超过500人不幸去世了 很多人都想要知道 到底为什么疫情出现了破口真相 到底是什么 不过国民党在立法院提出了很多的案子 都是惨遭封杀 包括像是提议说 希望能够加速采购疫苗 在8月底之前要再追加3000万剂 结果民进党反对封杀 国产疫苗的EUA审查要全程直播 但是也被反对封杀 国产疫苗完成三期临床报告再施打 还是被反对封杀 而3加11的决策会议记录要公开 也被反对封杀 包括像是范云拉 包括像是临场佐拉 通通都是投票反对公开会议记录 所以看起来现在似乎是都不需要公开 在过去其实如果说只要出现任何重大的死伤的公安事件 政府几乎都会成立调查小组 但这次好像什么都不需要公开 顺便要请教一下费委员 所以是不是在代表就不需要究责了呢 我们从这次疫情大概开始知道 看爆发就是华航的机制跟他的友人确诊 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5月7、8、8号、9号、10号 刚好10号我跟立委我们有开一个记者会 针对诺富特的事件 他还讲了一个俏皮话说 病毒走得比公文快 对不对 那个是一个破口 第二天三加十一 我们知道那是破口的另外一个主因 这两个主因下来 当然大家一直要去查 当我们一直要成立这个调阅委员会 他们一直不肯 在之前我们针对这个疫苗 我们要成立一个调阅委员会 后来在我们这个杯葛他们很久 一直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跟他协商 后来愿意成立 成立由陈寅 为外华委会的民进党立委陈寅做召集人 一次会都不开 一次都会都不开 就是在那边糊弄 请问三加十一跟诺富特的这样子的资料 能够不掉吗 陈时中在立法院讲说 我们讲他说谁做的决定 他的开会是副指挥官 搞了半天回去第二天觉得错了 是他做的决定 那做决定会议记录呢 他说没有 没有人会相信 我们署长也当过那么久的政府官员 这么重要的事情 会没有一个会议记录 会没有一个开会 没有人相信 就可以在这边胡说八道 我要跟大家报告 这个责任一定要去追究的 第二个呢 我们当爆发以后 发现了超前 超前部署全部都是吹牛 不管是病房 不管是疫苗 不管是器材 不管是药品 通通都是零 都是没有 你看那个慌乱的样子 就知道平常没有做任何一次的演练 比如说演练就不会那么慌乱嘛 对不对 这些事情 所以我在说 他的超前部署 只有陈志诚做了一件事情是招前的 叫超前吹牛 他除了会吹牛 这个也印证我讲的话 美国他们杂志不就是说嘛 台湾有一个最世界上最碰锋的疫苗 不是这个防疫 防疫的策略 一个那么碰锋的人 又不让人家去调查 我们民进党的立委居然可以去护航他们成这个样子 什么都不让 什么都不让查 我请问 我请问 你的你的这个高端的这个疫苗 我们难道就不可以在解盲之前 让他跟我讲清楚什么状况下要发EUA 然后你要通过他的紧急授权 那个会议在美国在欧盟都是可以公开的 而且去参加的审议委员要签字要负责的 台湾通通是黑箱 以前民进党在骂在红冬秋世界中骂国防部 部就是折懒的意思 卫福部现在可不可以改成那个部啊 改成折壁的那个部呢 它就是一个黑箱作业 不让人民知道任何一件事情 这就是了不起的陈时中 不专业 没有能力 只会吹牛又在那边又在那边遮遮掩 也不让人知道任何事情 防疫啊是平常讲不是只有到到今年年底 也许是一个长期性的 我觉得陈时中的能力啊 已经已经到到顶了 2.0的时代来了 应该要换一个指挥官了 不过呢 这个施打疫苗出现了一个让大家很害怕的情况 因为开放75岁以上的长者接种AZ疫苗之后 5天下来目前截至下午3点钟为止 全台湾77人在施打之后猝死 必须要说打了疫苗之后猝死 并没有办法证实是和疫苗相关 尤其是陈时中部长也说 目前没有办法判断直接和疫苗有关 要证明和疫苗有关其实非常困难了 但是这么多的案例难道大家看了 不会感觉心惊胆战吗 那么有家属就痛批 政府为了政绩是不是特别故意要来冲高施打率 但是施打之前没有完善的评估呢 尤其是AZ疫苗在临床实验阶段 其实缺乏针对80岁以上 多重慢性病的华人的相关数据 老年人施打AZ疫苗真的是力大于弊吗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施诚哥 所以政府是不是应该要赶快当激励段 对AZ疫苗展开所谓的四期临床试验 来厘清这些老人家长者能猝死的原因呢 你知道我们现在因为疫苗不够 所以捡到篮子都是菜 我们署长在这边 因为日本送了这124万剂的这个疫苗 我们非用赶快用不合 怕它过期 所以赶快 那既然老人在怕它群聚 怕它怎么样 所以先让老人施打 却完全没有评估过 请问一下老人在经过我们安排的地方 他会不会体力各方面 然后打下去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结果现在死这么多人 77人 然后现在说不敢确定到底发生什么作用 力大于弊 你知道原因他所谓力大于弊是 因为COVID-19的死亡率是22.7%的老人 老人这个如果得了以后 然后你打了之后 这个就不会因为这样而死亡 所以是力大于弊 可是就家里有长者因为打了疫苗而走的人来说 你跟我说力大于弊 我实在很想骂人 我的家长走了 然后因为打疫苗走了 你跟我说力大于弊 可是没办法证明他 可是打完疫苗就走了 你跟我说证明 这不证明不证明 然后有的台湾人很有意气说 对不起打完了我也不通报 为什么 通报完了还要解剖 解剖才给钱 我才不要 我的家长本来好好的一个人在那边 然后因为打疫苗而过世 还要被你这样子 你知道吗 我们4月3号有个报导 我们还购买了1千万剂的AZ 然后COVID-19会分配我们大概102万剂的AZ 要不要继续打 我不晓得124万剂应该是还没有打完 就已经走了70几个80个 那这个AZ到底有什么影响 没有人知道 刚刚这个原因讲得很好 事实上要再做评估 再做商量 现在有另外的这个疫苗来了 是不是老人就不要先不要打AZ 打点别的 这样子看看嘛 对不对 总是你知道 前两天有个笑 不能说个笑话 这个很难笑的笑话 有个人听到AZ说 那个护士小姐 我不要打AZ 不打AZ哦 那只剩高端了 只剩高端了 那我是打好了 除了高端就是AZ 我觉得很可怜 到现在这个COVID-19的疫苗 已经延烧一年半将近两年了 一句话刚刚难怪我们的废委员说要下台 你只讲说力大于比 没办法评估他们两个是有关联性 打完就走人 你没办法评估 那你叫我们这些死者的家属 清何以堪啊 所以现在其实有一点点 还打潮的现象 真的啊 大家都不敢打了 获得那封肩丸 很快就可以开始接种了 所以很多人说 那就晚一点 再观望一下子 那么也要提醒您的是 指挥中心告诉大家 如果您的慢性病 是还没办法控制住的状况 先暂缓施打疫苗 好 不过台中市长卢秀燕 他逆时中 执疑要帮一万三千多名的领长打疫苗 这两天下来 施打率大约已经有将近六成了 结果包括了云林县 嘉义市 苗栗县 都立刻跟进 一大早来到快打站 不少领长等待注射疫苗 以后我们去找他们 还是送一些通知单 他们都不会害怕 领长说时长得和里面接触 现在有了疫苗 多得到保护 台中市领先六都率先开放 让领长打疫苗 为此市长卢秀燕 19号在记者会上 两度深深鞠躬 以示负责 我做的决策 我会负完全的责任 领长打疫苗 虽然被称为逆时钟 但随着台中开出第一枪 云林县嘉义市苗栗县 立刻跟进 台南市嘉义县也做好准备 就等中央开绿灯 宣布开放 好 指揮中心开始说不准了 但是蓝绿县是陆续跟进 那么现在呢 部长改口说 这第二类必须是 实际执行居家检疫 和居家隔离者接触的人 才能够优先施打 那这第二类的中央官员 是不是也要接触 居家隔离者 才能够接种呢 署长 是啊 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大家看到这种说法 实在是昏倒了 因为大家也不是不知道 这个连丁丁呢 他到底是做了什么 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啊 对不对 你中央有这么多 接种的这个黑数 那让大家高度的怀疑 实在是有特权在其中 可是呢 反观我们看这一年多 防疫的成果 事实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 台湾防疫 为什么能够守了一年多 第一个 地方政府 真的是非常认真的 在防守每一个入境的民众呢 还有他的家人的这个安全 然后一有什么样的状况 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次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爆发 每一个地方政府非常积极的 社区设战 疫调各方面的努力 第二个呢就靠我们全民的努力 所以整个我们国家的防疫机能 本来就是地方政府 本来就是社区这个防线 是非常的重要 更何况 卢市长 人家他是给你正式的公文 人家是清清楚楚造册的 那这跟中央呢 根本不敢公布名单 一比起来就知道 地方政府做事情很认真 地方首长知道谁在帮忙做防疫 而且做事情是光明正大的做 我觉得在防疫的这个体系里面 我们真的是要尊重地方政府 他在防疫上面的这个职权 那么让地方政府呢 最知道他的团队 哪些人很辛苦 你既然定了分类里面 就是有防疫机能 就应该要尊重地方政府的权限 有人批评说是绑装 但是好多蓝绿其他县市 也都纷纷跟进啊 对 事实上他们大家都知道说 谁很辛苦 我必须说医疗体系很辛苦 还有呢 公共卫生很辛苦 但是第三个就我刚刚讲到的 社区的这一道防线 事实上我们的卫生体系的人力 是非常的有限 所以社区这个防线帮忙很大 那我觉得说其实这个 其实在国际上我们来讲 公共卫生叫做在所有的面向 大家一起来努力 所以这个部分我个人觉得说 每一个县市政府 他本来就要为他的防疫成果来负责 所以他自然会知道 打在哪一些对象的身上 最有助于他的防疫 所以这个部分 尤其是人家就是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要对谁打 这都有列册 我是看不出来有什么理由 什么事情都对地方政府绑手绑脚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